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拿大与世界这个栏目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枫叶国有关的各类动态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30日宣布 入境加拿大的航空乘客 需要在登机之前的三天内 提供一份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的证明 否则不能登机 但实施的日期却未公布 联邦内政部长 勒布朗昨日在疫情通报会上表示 所有要搭乘航班前来加拿大的旅客 都必须在登机前的三天内 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拿到一份检测阴性的证明之后才可以登机 这项要求很快开始实施 具体日期待定 核酸测试被认为是检验新冠病毒的黄金标准 代干检测需要在实验室完成 而且通常需要最少一天的时间才能得出结果 公共安全部长布莱尔警告说 该措施不能代替联邦政府规定的 抵达加拿大旅客14天 隔离检疫期 他说这不是隔离的替代品 它只是附加的一层安全措施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 将增加在加拿大各地机场的执法力度 此外航空公司有责任确保旅客在登机非加拿大之前提供测试阴性的证明 更多的边境执法人员将被派往海关 行李区和检查县向旅行者讲解他们的义务以及不遵守规定的后果 布莱尔强调 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政府方面强烈建议不要旅行 他说 如果你必须旅行 请了解回国后必须遵守的指引并隔离14天 这不仅是正确的事情 这也是法律 如果你不这么做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他指出 仍有一些加拿大人出于不必要的目的出国 这些加拿大人当然有权返回家园 但是当他们回来时 他们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 接受隔离 对于在家执行14天隔离期的旅客 联邦官员将布丁期打电话 甚至派人亲自上门查询其状况 如果发现有人违反这一规定 就会被处以最高6个月的监禁 或者最高75万元的罚款 自疫情爆发以来 联邦政府一直建议加拿大国民除非必要 否则不要出国旅行 但勒布朗指出 加拿大在已发现的病例中 只有大约2%是从海外带入加拿大的 但对于政府方面的呼吁 许多加拿大人还是置若网闻 其中就包括安省的财政厅长菲利普斯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2020年新冠疫症令全球陷入停摆 市民的生活与以往截然不同 最新的民调显示 加拿大人普遍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甚至发现在疫症影响下 不少棘手问题 原来可以迎刃而解 调查指出 55岁以上人士 报感恩心态比例 远较35岁以下国民居多 也有33%的年轻一代感激 可以在家工作 保持原本职位与薪酬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表示 债务减轻了 加东社报道 由民调公司Lager 及加国研究协会 在本月11日至13日 网上抽案访问了1528名 国民了解了 国人在被称为最倒霉的一年 心态上是否会相当负面 结果则大出所料 国民抱着感恩的心态度过 有受访者形容 正因疫情 使他们轻易解决了财政债务的问题 调查指出56%的受访者 对疫情下的生活保持乐观态度 乐观比例与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在55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称 至今为止的意下生活 心存感恩 保持感恩心态的 35岁以下受访者则少于一半 即使如此 年轻受访者对于能多些时间 与父母伴侣等共济一堂 仍感到非常高兴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坦言 疫情令花费锐减 变相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消费行为 节省下来的金钱用于偿还债务 令自己在负债利息上轻松不少 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形容 疫情下减少外出消遣 多了时间与同住家人共聚 增加相互慰问与聊天 过去一年与家人度过 非常高素质的相处时光 对受访者尤其是18岁至44岁的打工族而言 疫情令他们感恩的是可以在家工作 赚取以往相同的薪酬 最开心的是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在上下班车程 每天多出更多时间过休闲生活 该民调机构主席解答合称 虽然国人普遍在意下生活抱感恩的正面态度 不过对长者来说 疫症令他们感到性命受到威胁 居住在护理院的长者特别感到孤单无助 年纪超过70岁的受访者 是众多受访群组中最不开心的 他称如果疫情持续不退 长者的不开心与孤独日益严重 负面情绪也会越急越多 最终精神和心理压力爆发 或许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时 超过一半受访者期待来年的人生态度更加积极 更注重个人身体健康 如多做运动与注重饮食习惯 有近半受访者不讳言提升精神健康状况 是2021年的愿望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加拿大卫生部已经批准 辉瑞病毒肺炎疫苗和莫德纳新冠疫苗之后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想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接种疫苗 专家们指出 加拿大接种新冠疫苗的时间 不断取决于疫苗供应商的生产和供货速度 也取决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性质 年龄和居住地点 加拿大联邦政府下属的疫苗顾问委员会的建议是 分阶段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注射 第一阶段包括四个优先接受疫苗注射的群体 老人院中的老人和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 70岁以上人口群体 如果疫苗数量有限 则按照年龄组95、90、85、80、75、70的顺序 进行疫苗注射 在医院诊所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疗、护理和辅助工作人员 边缘和基础设施差的土著人保留区居民 最第一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注射工作 需要在专门的疫苗注射中心进行 应该在三月底之前完成 第二阶段优先接受疫苗注射的群体有三个 所有在医疗领域工作的人员 所有在群体居住、环境居住和工作的人员 例如移民中心、监狱、流浪者、收入所等 必要领域工作人员 如警察、消防队员、食品加工领域工作人员等 第二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注射工作 应该在七月份左右结束 除了专门的疫苗注射中心之外 医院和一些药店也可以提供疫苗注射服务 第三阶段是为所有其他人口群体注射新冠病毒疫苗 预计可以在九月底之前完成 家庭医生诊所和所有药店可以提供疫苗注射服务 因为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是由各省区政府负责管理的 每个省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 新冠病毒肺炎疫苗的接种顺序 并负责通知自己省区内的居民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民调机构IPOSES近日访问了1000名18岁或以上的加拿大人 接近4成的受访者表示 在过去一年曾因疫情肆虐而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或存有酗酒或对药物上瘾的恶习 但大多数人的个人幸福感没有受到影响 民调显示有28%的受访者表示 正面临精神健康危机 在18岁至34岁的群体女性以及年收入低于4万家园的家庭 这三个组别中 问题更为显著 15%的受访者承认过去一年比以往更依赖酒精减压 而在18至34岁的受访者中 14%表示存有服用药物上瘾或酗酒的问题 IPOSES的行政总裁贝克表示 在酗酒及精神健康的问题上 年轻人受到更大的困扰 一大原因在于失业及社会边缘化等问题 对年轻人冲击较为直接 有14%的年轻受访者承认 个人经济状况十分糟糕 35至54岁群体中就有12%陷入财困 但总体而言 与六成半加拿大人认为 个人经济状况属于不错的范畴 此外 大部分加拿大人认为 疫情并未对自己整体健康状况造成影响 在55岁或以上的群体中 有87%的幸福指数都处于非常高或高的水平 但在18至32岁的群体中 有28%的受访者并不感到幸福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加拿大特快入境移民项目 今年共发出超过10万07千份申请邀请函 人数历年最多 据非官方机构加拿大移民通讯CIC News报道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简称IRCC的部门 在2020年共分36批发出移民申请邀请函 比去年增加了10批 这是因为在疫情爆发初期 IRCC进行的抽签只针对加拿大经验类和省提名计划的候选人 这样做是为了优先安排 已经在加拿大的特快入境申请人 2020年IRCC总共向10万07千350名 通过特快入境移民项目候选人 发出申请邀请函 创下历史新高 2020年IRCC发出申请邀请函的单日邀请人数 同时破了历史最高和最低人数记录 最小规模的抽签是在4月15日举行的 仅针对PMP候选人 当天仅发出118个邀请 成为历史上单日人数最少的一次 而到了下半年 有多次单日向5000名候选人发出申请邀请函 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特快入境移民项目管理者 加拿大三个联邦高技能经济移民计划的候选人 包括联邦技术工人类别 联邦技术行业类别 以及加拿大经验类别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阿尔伯塔大学的糖尿病研究所基金会说 他们使用新的干细胞疗法治愈小白鼠的糖尿病 已经获得成功 希望该疗法能够尽快转化为 人类治愈糖尿病的方法 该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宣布 由詹姆斯·夏皮诺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 用干细胞疗法治疗糖尿病的研究项目 正接近突破性成功 沙皮诺博士介绍说 我们现在掌握了一种可靠的办法 从患有一型或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血液中 分离出能稳定制造胰岛素的细胞 这项研究已经在实验室进行了几个月 我们将这些细胞放入患糖尿病的小白鼠内 得到了基本上可以治愈糖尿病的效果 实际上在20年前 沙皮诺博士领导的科研团队 就创立了埃德蒙顿协议研究项目 开始了用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的办法 但由于为患者移植的能产生 胰岛素的新细胞取自他人 有排斥现象 所以需要使用具有明显副作用的强效抗排斥药 沙皮诺博士说 现在的新干细胞方法将消除这个问题 因为他使用患者自己的细胞 患者的身体将不会有排斥反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全球大约有4.22亿糖尿病患者 每年有160万人的死亡 与糖尿病有直接关系 在加拿大每三分钟 就有一名新的糖尿病患者确诊 现在的糖尿病患者主要是靠 胰岛素注射维持体内的胰岛素平衡 而胰岛素是加拿大医生发现的 1921年弗雷德里克班廷 与约翰·麦克劳德医生 首次从狗的一线中提取到胰岛素 并成功用于临床医疗 两人也因此在1923年 荣获诺贝尔胜利与医学奖 注射胰岛素只能减缓糖尿病的恶化 却无法根治糖尿病 现在加拿大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根治糖尿病带来的希望 但夏比诺博士说 在将试验从动物转到临床试验之前 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 除了需要有更多的有说服力的数据 这项治疗方法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患者 来证明它是可能的 并且是安全有效的 这项研究还需要继续推进 但目前面临的障碍之一 是缺乏足够资金购买用于科研的设备 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制定了一个目标 在今后的两年筹款2200万加元 此外研究团队也正在努力 希望得到政府的财政帮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加拿大与世界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